想要补充说明一下有关于哈温定律当中 到底这个方程式 它这个二项式的方程式 它到底它的所谓的数学上面的几率 跟排队组合的原理是什么 好那我现在要把我的 我的那个桌面变成白板 我先给大家演算一下 一个很简单的几率 假设这边有一个水池 里面有上百颗球 这个球呢有的标成大A 有的标成大A 有的标成小A 有的标成小A 有大A球有小A球 对不对 然后这个里面呢 假设几万或几百颗随便你 反正那个数字我不管它 那假设它很大很多 好那我就算一下 结果我跟你说 这里面球 那个也许这边球1000颗 大A球呢 占了700颗 那小A球呢 占了300颗 加起来1000颗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跟你讲 若我现在 认取一颗球 取一球 得到大A的几率 就是0.7 0.7就是70% 那如果认取一颗球 得到的几率是小A 得到的球是小A的话 它的几率就是0.3 就是30% 没问题吧 这个很简单 但如果今天我这个考完的 这个抽奖游戏呢 我规定你 你要连抽两颗球 而且抽法是 抽完第一颗之后 再丢回去搅拌搅拌 再抽第二颗 叫做连取两颗球的时候 取两球 这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我出现了不同排列组合了 你可能连取两颗 都是第一颗球大A 第二颗球也是大A 你也可能抽到第一颗是大A 第二颗球是小A 也可能第一颗小A 第二颗大A 然后也可能会抽到两颗球 都小A 好 那我们看一下几率 你连抽两颗球 都是大A的几率 是不是0.7的平方 因为抽到大A0.7 再抽一次大A 还是0.7的平方 那如果今天你是先抽大A 再抽小A 是不是0.7 乘以0.3 若是先抽到小A 再抽到大A 就0.3乘0.7 那如果连抽两颗小A 就0.3的平方 好 各位 以抽球来讲 我们就说 你到底得到几颗大A 得到几颗小A 中间这两组 是一样的 先大再小 再小或先小后大 你都是得到一大一小 所以中间这两组 我合并 所以你就看到一个结论 就是两颗都黑球 的排列组合的总类 跟一大一小 跟两颗都是黑球 它的排列组合的总类 的系数比是 1比2比1 好 那其中这个1 你要再乘以 这两颗球的几率 然后你这一颗球的几率 乘这颗球的几率 你还要再乘2 才等于这两个 在一起 所以你就看到说 当我今天不要管排列 我只看组合的时候 两大 跟一大一小 跟两小 它的系数比 应该是1比2比1的 或是说 它的排列组合的总类 是1比2比1 两颗都大球 只有一种排列组合 大大 两个都小球 也就有一种排列组合 就是小小 但是一大一小呢 就有两种组合 就是大小或小大 对不对 好 这是取两球 如果把那个问题 搞复杂一点 如果今天我是取三球呢 大家儿 你是不是有可能 连取三颗 都是大A大A大A 你也可能是 先取到一颗大A 再取到一个大A 再取到一个小A 但你也可能是 大A小A大A 或是小A大A大A 各位还没有 这三个 是不是 两大一小 你也可能说到 大小小 小大小 小小大 这三个呢 叫做一大两小 对不对 好 最后你用可能就是小小小 上个都小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你说到大A大A大A 那就是0.7的三次方 如果你说到这个的几率是 0.7乘0.7 再乘0.3 对不对 按照我们之前 三个情况都成立 就是乘法定理 但是如果今天我看的不是排列 而是组合 是两大一小 你就这个几率再乘 一二三 因为有三种排列组合 所以你看它的细数比 是一比三比三比一 好 到这边为止 我们大家都在算 你排列有几种排列组合 排列的状态 像如果你两颗球 你的大A小A小A大A有两种 如果你有三个球 是两大一小有三种 那两小一大也有三种 搞那么多 我在干嘛呢 数学 数学家看到这样的模式 他觉得 这样子 那个排列的种类 我可以用这种方法表达 例如 如果你是大A加小A 我们说大A加小A 加起来会等于1 因为不是大A 那么就小A 这叫做 不论是大A还是小A 我只抽一颗球出来 但如果今天连抽两颗呢 就会变成 啊 我大A加小A 这样的几率 连抽两次 这时候你会看到 哎呀 抽到大A大A 当然就是大A大A 大A成大A的几率 但是如果是一大A小呢 就会变成2大A小A 好 然后再来是小A平方 看到没有系数比1比2比1 1比2比1 它再算的是你排列的种类 同样的 如果今天连抽三颗球 大A加小A 三次方 哦 那答案就是A三方 加3大A大A小A 加3大A小A小A 再加一个的小A三方 1比3比3比1 好 换句话说 我们刚刚给大家看 那些什么二项式 三项式 它只是在出现 你排列有几种的系数 两大一小 有几种排列组合 两大一小 然后是一大两小 几种排列组合 就这样 好 所以刚刚看那些 很复杂的公式 其实它就是在算机率 好的 那我们现在回到 我们的哈温定律 哈温定律在干嘛呢 各位 这边画一条线 哈温定律 其实就是在说 当你今天把你所有的基因 都拿出来 我换个没有用过的颜色 你今天把你的基因 全部丢出来 也就是说我的基因 全部当作单一颗球来看 哇 基因全部丢进来 这就是基因值啊 基因铺 我把你这个族群面 所有的基因丢进来 好 一次抽一颗出来 好 那我就知道 你大A基因的 几率是0.7% 小A基因的几率是0.3% 可是讲基因好怪 我们改用频率 对 超10次出现几次 用频率来代表几率 所以你的大A的基因 频率就0.7 小A的这个等位基因 的基因频率0.3 这是抽一颗球 那如果今天要连抽两颗球 这什么意思呢 连抽两颗球 就代表你有两个位置放球 这就是每个个体的基因型 对不对 因为如果你是个2N的生物 如果只是体染色体的基因 你每个基因上都带两个等位基因 所以为什么要抽两颗球呢 因为每个个体都两个等位基因 所以当我跟你讲 这大A大A 这可不是只有两个基因在一起 这是这样子的个体 它的比例 个体 好 那大A小A或小A大A 这是异形核子 这个基因 这种个体的比例 小A小A就是你是隐性的同性核子 你的比例 所以你看我们的哈温定律 要么就只看单一个基因 或是看连续两个基因 因为这就是个体 对不对 两个基因在一起就是个体 好 当你知道这样的逻辑之后 我们来找个例子 马上试算一下给你看 好 这边有个族群 那它是花的颜色 那我已经跟你讲 乙滋 它的基因其实大A大A 占了64% 大A小A占了32% 小A小A占了4% 就是写了0.04 好 这是个体 我给你个体的比例 因为没办法 我们在做调查的时候 你最先得到的是 各基因型个体的数量 所以这个会先得到 好 现在你要有 我已经知道 每一个个体的几率了 或是比例了 请你算出 我把他们的基因全部丢出来 放一个大尺子里面 那大A这样的基因 它的基因频率多少 就算一下 算出来是0.8 大A等于0.8 那小A算出来是0.2 好 各位看一下 我现在框起来 这是以单一基因的时候 就抽一颗球 抽到一颗球 是大A是0.8 抽到一颗球 是小A是0.2 这样的基率 好 再反推 这个个体是 连抽两颗大A 那它的基率 是不是应该是 一颗小A的球 再乘以一颗小A球的基率 就是0.8的平方 那就是0.64 对耶 符合 那一大一小呢 那是不是 大A的基率 乘小A的基率 还要记得乘2 因为它有排列的方式 大A小A或小A大A 那得到就0.32 符合耶 那小A小A就是0.2的 再乘0.2的平方 就0.04 小A的平方 好 各位看到这个 这个族群 我在个体的 每个个体的基因型的比例 两个基因和在一起 和单独只看一个基因的频率 完全符合 随机的数学模式 对吧 我抽一颗球的时候 基率是0.8跟0.2 连抽两颗球的话 基率应该是0.64 0.32跟0.04 完全符合耶 这代表什么呢 这个基因在 你只抽一个基因 跟两个基因 合在一起形成个体 完全是随机的 它完全符合数学模式 我们就是说 这个族群 它的基因频率 符合哈温定律 也就是符合理想族群 它的基因的排列跟取样 完全是随机的 如果今天你抽出来的 怎么跟预想的不同 就代表有something在作用 就代表有一些因子在作用 它就不是随机的 那就不是理想族群 对不对 好 那我们随便掰一个例子 随便掰一个例子 就是掰就掰 假设有一个族群当中 我先调查一下 哎呀 这个族群中的基因形 有大A大A 有大A小A 有小A小A 对不对 好 假设我这好 同心和子大A大A的 在族群中的比例 是占0.2%好了 那大A小A是0.4好了 然后小A小A是0.4 数字加起来会是1 没错 因为整个族群当中 你的基因形不外乎 大A大A小A小A小A 加起来一定等于1 没有别的基因形了 没错吧 好 那我们来拆解一下 那如果有这样的数据 来推出 那你单一个基因的基因频率呢 好 40%人带两个小A 把这些全部丢出来 混在之中 请问大A站的几率 比例是不是0.4 然后小A的几率是不是0.6 对不对 好 请问这样换算OK吗 你们在写题目的时候 从两个基因的 所谓的基因形的个体比率 推出每个基因在整个 基因铺里面的比例 要快哦 不然你的时间就让它飞掉 好 等我得到这样的数据之后 反推 那理论上大A大A 应该要是0.4的平方 也就是0.16 符合吗 不符合 好 到这边就不用往下算了 这个族群不符合随机分布 它不符合 几率上的随机分布 不然按照几率上来讲 当我一个大A是0.4 我连得两个大A 应该是0.4的平方 可是它没有 可见有个体有问题 也就是说 它不是个理想族群 它并不随机 它可能有突变 它可能有人迁入或迁出 它有可能是得到某些基因 容易死掉 它有天责战 或者是某种基因型 它的错误率很低 或是某种基因型 比较容易结婚生小孩 也就是它不是理想族群 这个族群不是理想族群 它正在演化 有因子正在干扰它 所以它并不是个平衡的状态 好 所以这就是 为什么用哈温定律的概念 来思考族群内的基因频率 它是几率的观念 如果你是完全随机 你就应该符合数学模式 如果没有符合数学模式 代表你不是随机 不是随机 代表有因子在作用 你正在演化 好 先了解一下 这样的一个现象 好 我现在就把 用那个排列组合级 基因的观点 把族群遗传学中的 哈温定律解释了一下 它其实概念这么简单 只抽一颗球的几率 跟连抽两颗球的几率 一定要前后match 你完全是random的 随机分布 如果没有 代表你被添责 被演化了 不是个理想族群 有所在的 几率一样的 还进行 跟着一样的